本章讲的主要讲的是疾病的三个原因 我常常在听到有人讲 说你今天不管你是业障病或因果病或什么病 反正有病一定要看医生 那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东西还算是很有道理的 为什么举个例子 假设例来我们现在来讲 疾病的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身体的五大不条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请各位一定要看医生 你要等医生确定这一关 因为这一关是最简单 而且是最方便 而且是最没有争议的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万一你看不好 那才会有另外这两种原因 另外这两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你的业果累积的一个业力散发出来 我们就讲因果上 也就是说你累积的一个东西 可能你是透过你暗示自己 或者别人暗示你 反正就是从那种业力产生的东西 那这东西最常出现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别人吓你 或你自己吓自己 或者你自己诅咒自己 我们通常看到很多婚姻失败的人的时候 尤其是发现小三的这一个刹那的时候 很容易他就会有一种病产生 一种一种非遗传性的病产生 可能是一些癌症或什么之类的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人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衰老的 就好像有的女的 他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本身在这之前是非常健康的 可是因为小三出现 那因为先生有外遇 所以他就在这种自怨自爱的过程当中 过得很长期的一种不愉快的生活 那导致自己产生一种癌症 那像这样的一个业果累积的业力的部分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忏悔 就好像人家有人常说的 就算我倒霉这样子 或者算是我欠他的 像这样的你一种忏悔 一种感慨 一种容忍自己 一种接受的方式 不要试而去所谓的诅咒自己 就好像曾经有一些心理学的案例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有些人的病都一直治不好 那身体也是很健康 可是后来经过催眠之后发现说 原来是早期的时候他母亲跟他讲了一句话 跟他不断的给他暗示 就是说你身体本来就是很差 治不好干嘛的 所以导致于说 虽然他母亲已经过世很久了 可他这病还是治不好 那像这种属于跟业果累积有关的话 当然你可以透过一种前世 一种催眠的方式 深层催眠的方式 去知道他这个原因 但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忏悔 第三种部分就是说 你到一种不洁净的场所 一种比较磁场不对的场所 他通常会有所谓的鬼命产生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请记得就是念咒 就是一些念咒 或者说像我个人最常念的就是 药师如来 琉璃光如来 或药师佛菩萨 像普通来讲 我个人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在行路的部分的时候 我喜欢念南无地上王菩萨 那如果说在一些比较以前在管大楼的时候 有些大楼是比较文艺事件的时候 我都会鼓励说我的一些寡权人员 所属的寡权人员 要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就是所谓的药师佛 那至于说我为什么知道说 这个疾病的三种原因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看了一本书 叫做《色大秤论讲义》 他基本上来讲 就我个人认为 他是一种讲控制心念跟控制信念的一本 非常好的书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 他讲既然讲控制心念 控制意念的话 当然就会讲八识嘛 八识的部分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两识 第七跟第六就意识 第七、第八 第七讲的是自我 第八讲的是生成潜意识 那个人觉得说 因为之前我在看了很多 所谓的佛学心理学系列的 我也看过很多套很多个作家在讲 但是一直都有一个遗念在 那后来曾经有过人给我指导说 叫我念那个瑜伽师弟论 但那一本经又真的是太大 而且讲一句难听 可能是汇根不够 不容易读懂 因为最主要他那个题目是很大的 那后来的时候 接触到《色大秤论讲义》 发现这本书很小本 讲得又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部分的时候 才想介绍给大家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尹 对还有这本书的话 直接可以从网路上下载 谢谢各位